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拳 今天我们玩迪士尼公主的扭蛋 这是他们的权杖,头五枚硬币 会拿到哪一个呢? 诶,扭蛋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第二个是公主们的项链 一共有八个种类呢 那投两枚硬币 掉起来了 是谁的项链呢? 第三个是卡通化的人偶 一共有四个种类 还可以当书夹呢 我们投三枚硬币 会是哪一位公主呢? 我们先来拆最大的这个扭蛋 看到了紫色 那我们看一下扭蛋纸 有乐佩公主 也就是长发公主的权杖 还有奥罗拉公主 睡美人的 最后是莫莉公主的 你们想拿到哪一个呢? 我们拿到的是长发公主的 把两半拼起来就好了 看顶部有一个漂亮的皇冠 花边是长发公主的头发 缠起来的 中间像太阳一样的 代表什么呢? 这里呢 也是它衣服的造型 底部还点缀了三朵花 很漂亮呢 像不像水晶一样 我们上次还抽到了灰姑娘的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再看公主的项链 这个是绿色的 是我们第二次扭到的 看看都有哪一些项链呢? 第一个打开是一面镜子 第二个是白雪公主的盒子 第三个人鱼公主的 第四个睡美人的 背面是镜子 第五个是灰姑娘的水晶鞋呢 第六个是贝尔公主的 第七个长发公主 第八个茉莉公主 我们扭到的是人鱼公主的 吊坠是一枚扇背的形状 这儿还有人鱼公主的标志 很特别的吊坠 这儿还可以打开 原来也是一个小盒子 里面可以装一些小耳环 你们觉得好看吗? 这个新型的吊坠也是人鱼公主的 是玩泡澡球得到的 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 好了,这个扭蛋是第一次扭到的那条项链 紫色的 是茉莉公主的 那我们先把贴纸贴上去 这个吊坠就比较普通了 不过颜色很好看 那同样 那同样这把茉莉公主的钥匙也是泡澡球里面的 最后一个扭蛋是公主的小人偶挂链 诶,是木兰 看看其他的 有爱丽丝公主 人鱼公主爱丽儿 木兰 还有美女与野兽的贝尔 那我们看看这一位木兰 她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女英雄 替父从军保护了皇上 非常勇敢有智慧 那这还是一个书夹哦 我们可以夹在笔记本上 看这样子装饰是不是很有趣呢? 还可以把很多张纸夹在一起 当然还可以挂在离钱袋或者笔袋上 都是很可爱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纽带玩具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